现代人过马路都会选择平坦的斑马线 即使要冒险穿越马路 也不愿意走有阶梯的路桥 横跨山崇区中校路 连接228公园的和平路桥 因为使用率低且影响景观及治安 附近里民都认为应该拆除 从第一任开始观察 就是说我们这边已经很旧了 那那个里民刚开始的时候 里民那些也时常会招那个小偷 因为太靠近住户了 后来那个天桥也有发生过事故 所以我觉得说拆掉是比较安全 我们观察了这几个月 其实民众大部分也都是偏向走斑马线 所以天桥拆除之后应该是 没有那安全上的一些问题 而位于治强路与中校路口的治强路桥 也因为使用率低等问题 将于3月底进行拆除 市议员李昆臣会看时 要求养工住在拆完治强路桥 后接续拆除和平路桥 让228公园的活动空间更宽广 因为前面的有一个治强路桥 是排3月底要来排拆 那这个工程是不是能够 在治强路桥它拆完之后 那接下来希望在上半年度 也把我们这个和平天桥 也把它拆掉 那拆完之后 因为这前面有一个广场 那我们也请养工处 还有警官处来做个协调 这个前面的广场的部分 在天桥拆完之后 这个多出来的面积后 可以让这个附近的里面再来使用 另外 整个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李昆臣希望228公园 未来也能新建地下停车场 让附近居民 不用再为停车问题而烦恼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